這是一條由台灣研發生產的PP布料所製成的褲子 而這是一條傳統布料所製成的褲子 什麼是PP呢?就是我們俗稱的聚餅膝 它的特性是輕、強韌 而由PP布料所製成的褲子呢 它的觸感其實跟傳統布料差不多 而摸起來也還蠻暖和的 不過它有一個特性就是它不會褪色 但另外它還有一個優點是傳統布料做不到的 什麼優點呢?我們做個簡單的實驗 我們先把這兩條褲子折起來 然後要將兩條褲子一起放到這一大桶的水裡頭 我們要觀察它們會發生什麼變化 好的,現在兩條褲子都已經浸濕在水裡頭了 我們先把傳統布料做的褲子拿起來 我都沒有擰它喔 我們將它掉回到原來的衣杆子上面 接著我們拿起這條PP布料做成的褲子 它一直在漏水 不過我發現它有的部位 好像已經開始有點乾了 像這個地方有沒有 它好像已經開始乾了 怎麼會這樣呢?沒關係 給這兩條褲子一點時間 我們待會再來看看會有什麼結果 好的,現在經過了幾個小時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這一條由傳統布料所製成的褲子 它整條褲子還是呈現一個濕搭搭的狀態 而且我們甚至可以 擰出些許的水 那麼這一條PP材質的布料所做成的褲子呢 它幾乎已經回復到原來的乾爽狀態了 這就是它的另一個特性 不具吸水性 因此特別容易乾 也就是說穿上了它 我們可以省下許多烘乾的時間 金錢還有能源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是一條從搖籃到搖籃的褲子